被摘二零二四的總統大選 現在目前在線上的民調 賴清德是穩坐第一 因此非綠陣營郭柯喉 接下來要怎麼努力 時間交易數據 帶您製造二零二四總統大選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在八月二十八號宣布 決定以總統參選人的身份 投入二零二四總統大選 持續印發話題 三地新聞網在郭台銘宣布 參選當天發起了線上民調 經過一週的投票 郭台銘獲得了百分之二十六的支持度 贏過了民眾黨的參選人柯文哲 以及國民黨的參選人侯友宜 那賴清德的部分 則是拿下三成七 是位居第一名 不過最後再也會不會整合成 一組或是兩組都是位之數 賴清德自己也坦言 情勢非常多變 不能掉以輕心 所以根據了解 在郭台銘宣布參選之後 民進黨從八月底 就進入了所謂的盤整期 九月則定調為政策月 將會從九月六號舉行第一場希望工程記者會 到時候賴清德將會親自主持 要來說明他未來執政的政策願景 也讓政策成為工房的主軸 那柯文哲則是要急著證明 自己有能力來當在野共主了 九月九號將會開始收場的廟口開展 地點選在哪裡 就選在台中大甲鎮藍宮 侯友宜的部分則將在九月中會啟動訪美的行程 那綠營人士就分析了如果在這之後民調沒有慶祝行情 那走勢恐怕也就沒救了會持續往下 對藍營的選情是不樂觀的 目前看起來郭台銘的部分則是動作頻頻 還傳出他已經行文詢問中選會說 這連署的證件可不可以改採電子檔的形式呢 雖然連署達標的門檻是超過28萬 接近29萬 不過挺郭的要角也透露 現在各地的系統力量運作當中 也已經做好準備 目標就是要拿下200萬份的連署 也希望通過這個力量 更有話語權拼拉攏再也整合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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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